本期节目由七牛云赞助播出 七牛云是国内领先的 以视觉智能和数据智能为核心的 企业级云计算服务商 即日起七牛云推出 CDN深夜不打烊活动 每天零点到早上九点 CDN流量费仅需五折 欢迎登陆七牛云官网 七牛的全拼.com购买 七牛云持续挖掘海量数据的无限价值 与此同时 我们与七牛云一起给大家提供了抽奖活动 欢迎大家关注金金乐道的微博账号 金金乐道博客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里是金金乐道的论曹之天 这期我们又请来了 某高老师高老 大家好 还有老高 听你的声音好像非常的疲惫 就大半夜了 我们连续录了好几个话题 这期节目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某高老师 高老 最擅长的话题 就是关于企业信息安全的 这其实也是我们听有 之前在我们的后台留言里面点题的节目 就是说 作为一个企业 特别是我们这种传统企业 其实现在就很多企业不得不的去 要接触互联网 至少你得 公司得有个内网 你得有个网站 但是其实信息安全这些事情 他们并没有专人去做 但是往往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这些问题 所以想请我们找一个专业人士 给大家介绍介绍 有关企业信息安全的问题 其实关于个人信息安全 我们讲过很多 包括跟货炬 跟他们一起 然后我们讲过很多 但是关于企业信息安全 讲的并不多 所以这期节目 跟高老一块聊一聊 企业信息安全这些事 然后高老介绍一下自己 你为什么有资格讲这件事 我也不知道 那你可以走了 你呛死我了这句话 你可以走了 我得谦虚一点 因为严格来说 我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 信息安全的从业人士 只是因为在我管的团队里边 安全是我一部分职能 你看你都不光只管这个 你还谦虚什么 对 但是这个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所以安全这个事 其实特于敏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触 敏感规面 但不是你说那个敏感 我给大家讲 就是安全这个事 一般不好出来讲 就是因为我在这 也不是真正实名制 所以来聊一聊 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我如果是某个云场商 我在一个什么大会上 说自己很安全 我讲我的安全 那可能我这个话音未落 后边就被打刮了 这个行业就是这样 就是你谁出来吹牛 谁就倒霉 别装逼 装逼被雷劈 对 你也不要说别人 比如说我说某个安全厂商 技术不行 那我也被打刮了 这都有可能的 技术再不行也能打你 对 所以呢我就 这可能就当科普吧 其实我们做的就是科普的事 听众朋友里边 这个真正专业的人 也不要喷我 你可以喷珠峰 你可以黑我来是吧 打我 打我你也没用啊 对吧 网站太小 对 网站太小 不值得打 不用打到挂了 不用打到挂了 对 这个跟我说这个话题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先澄清 就是我们讲的安全 其实是两个事 一个事是我们讲的security 就是信息安全 防渗透 防黑 还一个呢 是比如说我们的数据不能丢 这个安全 比如说怎么样备份 怎么样夺活 这个安全 硬盘挂了 这个事不是谁给你黑了 是你自己倒霉 这个确实是两个角度了 对吧 对 昨天我要公开一次 公开一下我们家昨天的安全事件 要按朋友圈念一下吗 不用按朋友圈念 这个舒淇同学啊 昨天前天晚上 他自己要看实习一声格雷 然后呢 他就让电脑啊 把这个实习一声格雷给下来了 然后呢 但是我们家电视呢 想用电视播 必须先把这个文件放到NAS里 这个电视才能播 然后呢 舒淇同学连不上来NAS 我说你去那个书房 重启一下 你把NAS重启一下 然后他莫名其妙的 一脸懵逼的就去了书房 然后五秒钟之后 发现我们家的网全断了 灯关了吗 灯还好没关 然后我冲到书房一看 他把UPS给关了 整个所有的服务全挂了 因为我们家 连路由器都挂了是吗 从路由器到服务全挂了 因为我们家还有一台服务器 是跑着很多业务的在上面 是跟公网打透的 然后 这也是安全事件 这是一个严重的安全事件 而且还毁了一个 因为我那是个硬锐的煤电池 然后还毁了一个盘 你还得冲装 对 我搞到三点 重大安全事件 然后第二天你就躺了一天 第二天我就躺了一天 你知道我就病了 这都是在连锁反应的 大家听我 今天的这个盛宴 还蛮有磁性的 你知道吗 对 所以说这两种事故 有时候是连带关系 是有连带关系的 这个 比如说舒奇老师 把这个电门关了 这个就叫安全生产事故 如果外面进了一个贼 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如果进了一个贼 把这个电门关了 这就叫被渗透了 对 但是它结果和过程都差不多 对 所以咱们 我家摸过了算是 生物入侵 这个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 对 咱们应该今天主要着重讲前面那个 严肃点 严肃点 就是我跟一讲 你这种事故就不算了 我们你那个算运违问题 培训问题 对吧 没教他是哪个是NAS 哪个是UPS 对 对 我的过 所以咱们一般讲 信息安全都是讲的 这跟他最直接相关的就是黑客 大家一说黑客 就知道这个安全 指的是哪个领域的事 但你说的 其实这里边就一个是内部的问题 一个是外部的问题 就或者叫外部原因导致的 对吧 但当然也可能说是因为你的漏洞导致的 其实不是内外这么分 比如说 有一个员工 这个对公司不满意 对 被开除了 他开除之前 临这个交电脑之前 给你搞了搞破坏 这个其实也是安全事故 而且他不是 他也是这种 就我们讲的信息安全事故 但他也是内部 他还没走呢 好吧 好吧 好像咱 一份就有这么一回事 是吧 对 游戏公司 对 咱只没赶上路 对 伤酷跑路 那也没伤酷 那就是说把他们给锁死了 然后这个交工那就挂了 对 对吧 对 可以讲一些例子 其实这个例子是我找的 我觉得这两个例子 还挺能说明问题的 第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之前 这个在伦敦街部里 聊过的事 这个事 对吧 这个阿里云的这个代码托管服务 这个代码被泄露了 最后我们发现原因的是 企业把这个代码全线射错 是吧 他这锅已经甩不到哪去了 对 结果是就是代码本来应该是就是高度机密 凌乱是高度机密 对 再一个例子 很多人都能看得到 对 再一个例子是去年年中二年初的时候出的那个事 应该是下半年吧 对 这个公司叫前沿数控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 它是一个传统公司 对 它不是一个互联网公司 但是它在 它的网站上整理出来了很多案例 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它开了一个网站 把这些东西放在上面 然后因为腾讯云的故障 全丢了 其实也是它的运煤上面不够那啥 对 跳过了它的步骤之后 导致这数据找不回来了 对 首先呢 这个是腾讯云的锅 这没得跑 这也跑不了 但是问题是在于 作为这个企业来讲 它其实并没有做好这个数据的备份 对 然后保全 等等这些事 它其实却没有做 就单点了 就是单点了 这腾讯云挂了 它就挂了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两个案例 挺好代表性的 高老分析分析 对 这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这个所谓的代引号的 这个安全的两个方向 一个是被入侵 或者是一些 昏迷奇妙的事故导致泄漏了 第二个是 我们这个数据 没做好备份 对 导致丢失了 对 它其实是两种情况 对 前面这个 之前乱顿聊过 这个事呢 就是 其实不是 这个阿里本身的某个安全漏洞 或者是什么bug 它是一个产品经理的问题 对 对 它就是一个 我们再说一遍 乱顿说过这个事 就是 这个代码权限 就像GitHub一样 这个代码权限 通常意义上来讲 就是有一个 所有人都能访问 以及一个私有 对 这两种权限设置 对 但是阿里云的这个 阿里云版的GitHub 它有一个中间状态 就是在阿里云登陆之后 可见 不登陆不可见 这个我记得 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 我记得它叫 它叫Internal 对 Internal 对 我们通常讲的这个私有叫Private 对吧 它有个Internal 这个大家把Internal理解错了 理解成自己可见了 所以大量的公司都是 把这个代码设成Internal 但是你一登陆就能看得见 别人一登陆就能看得见 任何人只要登陆了 自己是感觉不出来的 对 对吧 我个人理解 这个是一个KPI驱动 就是说 我要给阿里云带来更多的登陆用户 这样的一个KPI驱动出来的一个功能 因为它实际上没有什么 鸟用 没有什么意义 对 这功能的存在 说到这个事 我就特别想说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如果各位听友 如果有自己在公司里面搞安全的 或者是自己开公司的 就是你知道我们在 在给一家公司做这个安全的 整个的排查的时候 审计是吧 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 你还管这事呢 我不管这事 我也管这事 你看 这事就看你怎么说了 就是我们第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在GateHub上去搜你这个公司的各种域名 特别是内网域名 因为很多小公司 你知道很多小公司的内部的系统 它没有做限制 做隔离是吧 比如说小公司的OA 或者是HR的系统 可能你在外网是可以访问的 他没有觉得这事有多重要 对 但是呢 他觉得是没告诉别人 这事就是保密的 这有可能 对 还有一种可能是说 他觉得无所谓 反正都是有密码的 你外边人也上不去 但是这个时候就会有问题 就是你这个系统的开发维护的人 他可能写个脚本 为了运为方便 他上传到GateHub上了 把这脚本的代码 所以你到这个GateHub上去搜 不要不一定要搜你自己公司 你搜 比如说搜珠峰的公司 或者珠峰去搜老高的公司 可能都能搜出来密码 这个是一个主要的途径 对 我以前的公司就是这种问题 抓住好多好多 你以前哪个公司 这个就不说了 不敢说 不敢说 看来是行内大公司 对 所以我觉得这事 其实是完全属于一个 开发人员的一个意识问题了 就是没细心 其实在里面是没细心 可能就是为了自己方便 也没细心想脚本的重要程度 对 对吧 对 对 开发人员手一抖 就给他传上去了 之前不也是 像什么 做那个 做那个 进行酒店的 不也是出过这样的事 对 对吧 对 咱也说过 对 但这个就要命了 对吧 你所有的这些 这些住客的信息都在里面 对 所以跟大家讲一个习惯 就是 没事就在GitHub上 搜一搜自己的名字 常用ID 对 自己公司的域名 之类的 也许会有惊喜 对 也许会有惊喜 就发现说 已经泄落不知道什么时间了 是吧 就很有可能 你自己的名字 和你自己用的ID 在某个施工库 被人家弄上去了 不是你自己传的 对 而且是别人传的 有很多无聊的人 会帮你搜 你知道吗 对 现在好 有人就是在专门 针对GitHub 做各种安全的这些 就是抓数据 然后再去分析 对 这上次挺多的 那个 DevLink的代码 是开源的 然后就是我们 达上讲师那块的代码 是开源的 然后有一天 就有人告诉我 你这代码有问题 你肯定没有 注意安全问题 你看你出事了吧 我说你说吧 他说你把你们 微信支付的 App ID和Key 写里头了 我说你拿 App ID和Key试试 你看能用吗 我早拿脚本 给换成假的了 就是专门会有人 帮你去送 对 他也有的时候是兴趣 或者有时候 就是有个敏感度 对 对 反正现在呢 GitHub 这个是个大问题 挺大一口 反正也变好了 对 我看到这个话题 我就是最想 最开始最想到的 就是乌云 但那个明显是漏洞了 对吧 虽然也是开发人员的过 但是是这样的 就是当时的乌云 还活着的时候 其实乌云上 很多洞都是 刚才咱们讲的 在GitHub上搜到 然后呢 他通过这个密码进来了 然后放了个木码 或者是做了一个 这个 造了一个 后门 webshell 等等的 放进去 然后呢 再去乌云上提交一个bug 提交一个漏洞 但是这个webshell还放在那 他会 你今天从这进去提交一遮 明显又从这进去提交一别的 或者从这进去以后呢 刷分是吧 在另外一个地方 基本上 再放个webshell 就是他其实是 角度三窟 给你放个拉锁 然后他没事就来你这 刷刷分 对 但是这个事啊 这事这种现象不重要 我觉得乌云是特别好的 就从安全的 触定的角度上 对 乌云是特别好的 因为我跟这个 乌云的这个 最早创始人 这个方有顿同学 建议心 最早是这个同事 但是我跟他不太熟 对 你就泄露了你在哪个公司了 对 没事 你就很容易被泄露了 都是前公司 没事 就是我 但是我跟他不熟啊 就是知道他 我觉得这个乌云最早 其实创建的这个诉求 特别简单 就是那个时候 各个企业 互联网公司 根本没人重视安全 对 没有那么重视 对 他当他发现自己的公司 有很多漏洞的时候 他通过正常的内部的途径 是无法被重视 他在内部都推不动 对 所以那我不如在外边 去倒闭一下 最后发现整个乌云 对整个这个至少 互联网圈子的这个 安全的重视程度 起到一个特别好的作用 我觉得其实到现在 觉得是有点可惜 是因为他中间 会有一些人过了戒了 就滥用了 过了戒了 但是乌云本身的存在 是特别有价值的 是 这正面价值站 还是要肯定的 对 所以其实现在看起来 很多的 就像刚才那个 前数控那种事件 包括阿里这个代码 先说事件 我们也说了 其实中招的 比如说阿里这个事 中招的是 万科米股 这样的公司 我们会发现 是不是这个传统的企业 这个信息安全问题 会更多一些 就是比互联网企业 我觉得其实可能很多的 小的会儿会一样 这个我觉得完全就是一个 所谓的就是 怎么说 就咱之前也聊过的事 就是能这个功能失效了 我前来不管了 对 但是现在 看起来你像上次那个 传吉他玩 那其实也是一个传统鞋 不 就传统企业可能会更不重视 我觉得是这样 就后来更没人重视 从信息安全的角度来讲 就是这个企业越大 一定会越安全 对 相对来说 对 我们讲传统企业 像万科可能是个大企业 对 但是我们从他的 他那个就不是跟规模相关了 对 他是从他的 信息化的能力的角度来讲 他可能做信息化的公司 这个人可能就 十个二十个三十个 他其实和一个创业公司 没有区别 对 反而就是可能他不重视 对 因为他这个数据之强 对 因为他是个大公司的数据 对 但是在小公司的 比一个部门 在运营这个能力 那你肯定就匹配不够 对 对 所以这就是 比如说我们 为什么 包括我 别人不能代表 比如说我很少会用 初创公司的产品 当然自己在创业公司的时候 这个是两回事 这就是什么呢 因为我其实我知道 越是早期的公司 其实这个安全问题越严重 而且非常严重 因为都是在干工的 拘多 拘点例子 这例子就不太方便拘 某 某 我说举个例子 就是现在我们特别常见的 MongoDB 这不算初创公司 不 你现在去扫 MongoDB的所有的开放的 没说密码的 这些情况 不是 但是这个不一定 但我觉得从你那个角度 那是另外一个事 你初创公司 比如小公司做了个东西 对吧 你刚才说是这个问题 对吧 对吧 我记得好像当时 MongoDB最早也有这个事 就他那个配置的文件 你是说MongoDB是一个小公司 还是能扫到漏洞的 都是小公司 我觉得 这么用MongoDB的 都是小公司 OK 那那500万人脸数据 怎么泄露的 那也是小公司 就是数据多 是吧 对 这个我是觉得 就是怎么说 就是我是觉得 有时候就是 平时这个开放人员 可能确实就已经很累了 他就没有精力再去考虑 或者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意思 去考虑我做的这个事 本身呢 有没有会有些安全漏洞啊 对吧 其实这样 这个就是企业安全领域 有一些概念啊 不太一样 就是有一个安全域的概念 就是怎么讲呢 我们一般互联网公司 或者是IT公司 就是两个安全域 一个办公网 一个生产 生产网 那其实我们在做安全建设的时候 在这两个安全域的边界上 做加固就可以了 而不是说把我们这个网里边 所有的东西都搞得特别结实 比如说我们这里边有 有Modb 有Maisoco 我们是都要设密码 但是这个密码强度 我一定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对你的业务会有影响 对 所以呢 最最舒服的方式 其实是在边界上 把所有的东西都挡掉 但这个就有防火墙的概念了 对 就像防火墙一样 防火墙一旦被搞破 那你就什么 也就像鸡蛋壳一样 对吧 对吧 对 一样 但是小型公司连防火墙都没有 对 所以说你的Modb 一下就能看 按理说 你Modb应该在内网 不要公网直接能够访问 有可能要密码 不会轻易被人家搞 对吧 但是现在是两个都没有 然后也没有防火墙 那就像一个没有鸡蛋壳的鸡蛋 但是这个安全上的说法 其实现在业内也有争议 就是说你把内网 去作为一个安全域的话 其实本身内网 其实是很容易被突破的 对 对不对 我在你办公桌的网口上 插一树莓派我在家 就能进你内网了 这个很简单 那话怎么说 就好像叫攻击面 就你要减少你的攻击面 我听了好像这样说 攻击面 就是说你无论从代码角度 从你的服务器的配置 包括你所有的角度 都尽量要做到它足够的 不会被人家轻易利用 那就减少了攻击面 比如说你对外暴露的IP 那越少越好 你能够暴露的端口 越少越好 对吧 那可能这个你就不好去搞 因为你一旦有能够公开 访问的 你可能就说明 哪个地方有漏洞 比如说恩吉克斯来一漏洞 那你其实就是躺在 你就躺枪的 对吧 这个其实就是你架不住 我跟你讲一个实际的 当然这可能不好讲 我们当时14年 我们当时做iMobile的时候 当时是我们用过一个编辑器 就给我们编辑用后台做编辑器 编辑器就特别容易出问题 编辑器就是一个开源的 那叫什么名 叫CKI-edit 那个里边就默认的 就是它可以传一堆文件 对 好吧 我们当时做的开发人 就没想到再传 然后其实本身那个东西 是嵌在后台里的 但那个东西严格的讲 是从外边能够直接访问到 那个地址了 就你知道路径 对吧 就能访问到你这个editor 你能访问到他就可以拿这个editor 往里传闻进 那就可以当个websell 因为你肯定有路径关 这个关系了 好 那个问题折腾我四个月 真的就四个月 就从知道有人被把你黑了 到你就知道说他从哪个路径 搞得你折腾四个月 当然说我那时候可能也 当时Mobile那个安全确实挺差的 说实话 没人搞 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典型的小 就是小公司 就是大家只为业务 我说我今天要做个论坛加一个 明天要做个功能加一个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说 因为你上面所有东西 当时连s1都没有 就直接是大家 谁都往服务上传东西 对 版本也没有 对吧 甚至说你今天做好 明天就被他给覆盖了 所以那是很典型的这种情况 这真的就是我这种事 从知道被搞到 你知道是怎么搞的 然后把这个补了之后 就没有事 但是你要说那时候就是 天天 你心是悬着的 很抓狂 这件事 尤其你又稍微懂一点 对吧 但是你又什么 这个怎么说 就是你又没找到 这个问题是啥 怎么办 所以现在对我来说 可能对我来说 我是觉得说 其实你这个心安全 你就是有一些 也是方法论 大概在这几条 你按照这个几条做 你相对不会特别容易被人搞 对吧 比如说你代码的保存 对吧 你的桶部 你的服务器都谁能登录 对吧 你有没有跳板机 你在上面这些端口 开放的情况 你数据处这些 反正你把这些 大概的能够扫一遍 你又在这吹牛 小心啊 我不是吹牛 就是就是这个 我记得是当时 是有人写过一个文章 看过的 他意思就是说 其实就那么几招 那大概你 当然你在写代码 大概要注意一下一些 大概的 当时这个 我记得健身写屁屁的 也有这个说法 他有一个文章 如果说对于一个公司来说 其实也就是几班府 对 比方说 刚才这个 朱峰说的 说我在网口插一个 熟梅派 其实最基础的一招 就是在办公室的 所有网络 不管是无线网 还是有线网 都是按用户名登录的 这个用户名 是你整个公司的 OAHR等等系统 公用的 一个人离职以后 一键注销 所有地方都注销 包括优销 对 他们是连在一起的 明白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整个办公网 就没那么容易进来了 就是外人 没那么容易进来了 第二个是说 对于密码爆破 这些这种情况 所有的可登录的地方 都要用两部认证 或者你有个K 双银子 双银子 那个K其实也是双银子 现在都用手机了 就无所谓了 发验证码 那这两部东西做了 其实你的办公网 就比较结实了 就不会那么容易的 谁进来就搞一下 对吧 至少底是一个费点劲 对 但是我跟你讲 就是大家可以去问 就是大家所有人 认识的朋友的公司 哪家公司 这个WiFi 放了用户名的认证 还是说 我们就跟家里一样 大家所有人 或者说员工 跟访客是隔离的 我告诉你90% 都随便来 对 这个事其实特别严重 就是并不是没手段 也并不是很昂贵 这个就跟海底捞 那个大屏幕被投影是一样的 他就只要能连到 他的网络里 他就能干这事 对 对吧 对 像海底捞那就是 就更弱了 就是都在一个网里 对 顾客跟他自己的业务 都是在一个网 可能是他应该就连到 海底捞WiFi里 就能干这事了 对 对吧 对 对 海底捞那个事 我就想起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网络安全 他威胁的到底是什么 你知道吗 这事有变化 最早的黑客 威胁的其实是 这个企业的品牌形象 因为是个负面的 对 比如说大家 我黑一个微软的网站 我觉得自己很 弄了一个挂一什么东西 觉得自己很牛逼 出去吹牛逼些 只是一个谈资 这种也不会挂特别负面的东西 挂特别恶心的东西 只是一个 像一个玩笑一样 对 我觉得最早期的这些中二黑客们 包括现在有一些小朋友 也都是这个路子 对 但是现在慢慢的 这种人就少了 慢慢的就变成赚钱了 经济利益 对 黑产 赚钱 这个事就跟咱们刚才说 劫持一样 对 他黑你其实是为了偷数据 是为了卖库 或者是他为了给你这 加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我当时跟当时做安全 就做防部远见的人 就说 现在已经没有病毒了 全是木马 对吧 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对 病毒没有中介的意义 病毒只是为了炫技 说我做个病毒 木马是为了偷东西 能够感染多少台机器 还不被人发现 这是个炫技的一个方法 但木马理想讲 就是为了潜伏 潜伏的目的是什么 对 对吧 那可能甚至有会定向 对吧 就是针对某些领域的 像国外讲 他们针对金融 针对基础设施的 这种定向的木马 但那个可能是国家利益在里面 对 我们说的普通的这些人 做的可能是跟你的数据 对吧 跟你的账号 没错 相关 对 OK高老继续 对 然后还有比较少 但是仍然存在的一类 就是媒体的诉求 怎么讲呢 就是特简单 就是我在网站上给人黑了 然后挂点粉红标语 这个事儿其实反而啊 你知道我们在公权利益机关 看起来这个是最严重 比较严重 媒体动员能力 他其实就是想表达个东西 但是正规的没有途径 他用这种方式去喊一喊口号 这个特别严重 这个事儿呢 就连带到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这个等宝 大家都听过吧 就信息安全等级保护 等级保护 这个等宝这个东西呢 其实特别有意思 就是咱不往深了聊啊 就是说它的作用 其实它是说 我给这个企业 做一系列的认证 表示你某些某些措施 你都做了 某些该有的设备你都有 然后给你发个证 但是这个证 其实起到一个作用 最主要的并不是说 你拿到这个证 就证明你安全了 其实很多时候 该泄露还泄露 对 但是你有这个证呢 有一个很主要的作用 就是比如说你的网站 真被人挂了什么反毒标语 那最严重的结果 可能你就被网站被关了 但是你如果没这个证 这个人就抓了 就会更严重 对 这个证呢 就有点像一个官方的背书 就是说我已经尽力了 你没有这个证 就证明你没尽力 我听过这个说法 所以新西安权这个事 从现在来讲 我觉得不是一个纯技术问题了 对 因为互联网的渗透率 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八 对 咱那期又聊过了 对 全国人民都在网上了 它就是一个公安局要管的事 这个社会就是在网 在很大 这个社会就是在网络上运行的 你可以 很大的程度上就是这样 社会一大块都在网上在跑 看的新闻 对吧 那都在网络上跑 对 那这个确实是我觉得 现在看就是这个网络上 就是在越来越重视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这个新西安权类的 涉及到新西安权类的问题 不是个技术问题 而是个治安问题 但我们现在其实 它还是个技术问题 就怎么能让你 不是变成一个 对 不会让你被抓 对 对吧 对 不会被抓 也有很多办法 但肯定不是跑路什么的 是吧 但我是刚才说那句话 就是其实有时候 可能大家稍微的注意一些 你平时的一些 怎么说 就像说 基班服 就你不会大概来出那些 这么低级的问题 对吧 咱可以从几个角度开始说 其实我今天列了一下 其实不全 但是我列一下 基本上也就是那基班服了 几个角度 代码角度 硬件产品的角度 系统的角度 云服务的选择的问题 对吧 内网安全问题 这刚才高老聊了一些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 备份策略的问题 好 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高老 这几个角度 我觉得还有一个意思问题 就大家有意思 对 意思问题是咱贯穿始终的 对吧 对 就代码角度 我想到一问题 我遇到过的安全问题 倒很少有自己开发出来的 都是开源力点的 不是 只能是说 那些人比较笨 开源的比较容易发现 脚本小的 对 都是拿这种公开代码扫 对 所以你基本上来说 你的代码你需要搞 对吧 那他干嘛 防火只要找到你漏洞就行了 那我拿开源能扫出来就够了 不 不是扫 我是说我们自己开发的系统 不是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你比如说你在里边 可能比如说 你80%是你自己开发的 也不是没有漏洞 但你20%拿开源告 对吧 对 但我拿脚本就能扫出你 80%就能搞定你了 我干嘛非得看你 自己写的代码里边有什么漏洞 就是开源的问题更容易被发现 自己开发你得去猜 对 或者你得在里边搞 就是发现漏洞的代价不一样 对 那你脚本小的可能说 今天你报这个漏洞 就有POC出来 然后你就拿了漏洞一片扫 对 搞定了 那就行了 你的结果是被搞定 那至于是哪个呢 那无所谓了 对 这个涉及到一个哲学问题 就是说 可能漏洞永远存在 它无非是发现它的代价的问题 对 但是反过来说是这样 就是如果这里边 假设都是你自己写的 你这个东西如果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那你就是自己写的 我也能给你找出来漏洞 除非你真的很好 对吧 除非你真的写的很好 这事是这样 我跟你讲 这绝大多数的 等我不知道比例 至少绝大多数的被黑的情况 不是盯着你黑 对 因为盯着你黑 其实是少出来 就是你是那躺枪的 盯着你黑非常难防 对 大多数的都是 这个有枣没枣打三杆子 那就是我说是少出来的 对 我们机器上看了 我们不是开了 就能登陆的端口吗 就一天就到晚 就是有人在上 对 就拆各种密码 对 对吧 那我相信那个东西不是针对你 就是从上方 从媒体说的IP 比如说你那个 咱博客服务器 天天被扫的比访问量还高 对吧 都想把音频换成他自己 反正我就想说 这个代码的角度 第一 你代码库 首先要保存好大的安全 对吧 这是第一 因为你看到代码 那太容易猜出 你这里边是什么 因为黑盒子跟白盒 就不一样 差多了 对吧 能不能看到代码 你这个东西难度很高 对 对吧 但你要是白盒子 现在不应从那个角度 把你的代码搞走了 你就是很 就是特别特别严重 因为你这代码都拿走了 你想想 你等于你跟大家对抗 就是在不是在一个层 不是在一个层面上了 来来来 问题说了 咱再说一下know how的问题 就是你该怎么干 你说 比如说你用了 就是刚才我们结论有了 开源的可能会被扫 容易出问题 搞定你的代价也比较低 也就是一个薄弱点 好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说是代码本身是吧 对 代码本身 我觉得第一个 你可能就是要想好说 比如说你 这样怎么说 刚才说攻击面的问题 就是你能不暴露出来的 尽量不暴露 路径本身也要做保护 对吧 不能说这个靠路径 没告诉别人 来去做保护的一个措施 这一定要想的 你找一个路径能单独访问 它就是漏洞 你说在我们这个概念里 叫迷宫 迷宫不是个好办法 就是我用特长的一个密码 或者是我靠你猜不着的 一个特别奇怪的路径 这个事其实不是好办法 因为甚至说的不好听的 你用的谷歌 你用的这些浏览器 也许它不是干坏事 比如说谷歌 把你的浏览器放在它的 这个搜索引擎里了 这也是个问题 大家只要猜你的域名 就能看到你这边有一堆的 可以看到的东西 你这可能就是有问题 我在这里暴露一下 老高的光荣历史 他曾经写过一个后台系统 然后后台系统上 他所有的好像是文章 然后他后面都有一个删除的链接 一点就删了 这我都快忘 然后他后台系统 没有任何保护 就是靠路径 然后有一天 入口有保护 但里边所有的路 这个东西不能被保护 然后有一天被Google抓了 然后抓一条 删一条 所以说很多时候安全意识 都是靠惨痛的教训来得到的 你没有这样的教训 你就不会把它提升到 同样的高度 没错 对吧 这是老高的光荣历史 这个我记得非常清楚 其实黑历史有很多 我自己散过 没事 一会儿外面抱 谁都遇到过 就是你没干过 没干过这些什么low的事的时候 你真的就是天天想着 自己觉得很牛逼 对吧 代码都是错 对的操作都是对的 对 一会儿咱外面抱 还有 都有 慢慢来 慢慢来 别光抱我的 来 对 从我们的企业里边的实践来讲 是说不去特别的花精力去 审计这个代码本身 是不是有漏洞或bug 这很难 而是在边界上一股脑子挡掉 这当然是一个简单办法 这不是简单办法 而是没办法的办法 但我是觉得肯定有些公司 比如说代码审计 什么的 它一定有 但是在开发层面要干的事 对 那么你说它不能说你在外边挡了就行了 但是它从安全的角度就肯定是都挡了钱 从安全团队的角度来讲 它的操作方式就是在 比如说在wav上面 我觉得安全团理论上一定是有代码审计的 有做这个所谓的这个 它是边界的一个 你就每一个角度都要尽量安全 对 对吧 对 这个其实应该让狗叔讲 他们google在这一块上就做的非常好 那代码审计包 你包括还有说你比如说这个注入 对吧 你不能把一个几个什么赛口语句带进来 对 那这里边可能还比如说像pnp 可能那谁建议信当时写过文章 就你就向上的代码说看一面 就把这几个角度带进来 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 基本上他说99%都是这几个问题导致 对 对吧 其实这多说一句 就是这个新鲜权的问题 新鲜权这个行业特别想测试 就是说最早最初级的时候 测试就觉得这个 我用特别奇怪的招数去把这个程序弄 给你找到bug来 要不然就把程序弄崩溃 对 这个是特别牛逼的 对 但是发展发展呢 它就变成一个整个质量体系的建设也好 是在这个前期 对 通过流程体系来避免后边的bug 安全也是这样 那天我听谁说 说阿里是有专门做工房的 工房不仅是看自己 也看个比如说同行 而且它是独立于整个 就是它是独立于业务体系的 对 这个我也听说 Google好像也有 就是他很多时候说 模拟就要他们红军蓝 红军蓝军 就是我认为我就是黑客 我就是要把你搞出洞来 然后那我这是我的KPI Google还随机关服务器呢 包括那个Facebook也是 就跟说那种 异地夺活 就是随机关 就是有一个团队 每天去关服务器 错了 那是网飞 网飞 他叫混乱的猴子 对 就随机哪一天 把这个数据中心服务器关一半 看我还能不能正常跑 对 理由上 这跟黑客其实里面 干的事实际上是一样 对吧 这些事其实都是成本问题 对 我是觉得真的 你想越安全 都是钱的 你成本越赌 就钱越赌 很多时候大家是在于说 你没足够的钱 就比方说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现在公司 我们小公司 我们的情况来说 根本就没有那个钱 招那么多安全人员 安全工程是非常贵的 对 如果是Google 我招很多业界顶尖的 这个做安全的人 我可以在上面 想出各种话来 就像你说的 红蓝军对抗也好 还是怎么样也好 随机关服务器 对 他说到底都是一个成本问题 包括英特尔 那个漏洞不也是 是谷歌更好 跟另外一个大学的人 一块发现的 对吧 他有时间去研究我 对 OK 高老你继续 我从哪继续 你从代码角度 代码角度 其实咱讲的差不多了 我觉得其实就是代码角度来看 其实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个就是刚才老高说的 这个code review的问题 就是从你开发层面 code review可能有的关系 那是代码本身 比如说是不是实现了功能 其实code review 正常的code review 必须是要包括安全的 对 你只是看代码稳定性 这事没有用 对 你上去就挂了 这也没有用 然后还有问题 如果你用了开源的东西 一定要注意 那个开源东西 是不是有安全的一些公告 对 这个其实是刚才 咱没有聊到的 就是说如果我用了开源东西 比如说最 直接典型的一个例子 而且最普遍的一个例子 就是wordpress 还有就是不更新 wordpress 每次都会有 wordpress是经常会有问题 但是它更新升级非常快 对 但是很多人扔那儿就不管了 对 然后大量的被黑 给被攻击 包括国内的discuss也是 discuss 对 你不用一旦了上了占有率 保证天天有人 一堆人在琢磨这个东西 天天盯着你 而且你是开源的 对 他怎么无论黑盒白盒 他都能给找出问题了 开源东西 就是那个代码开源 对 所以用这些开源东西 你一定要注意 就是一个升级问题 你不能扔那儿不管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 你买一个必愿的东西 发现更可能会更省事 对 但那是钱 也是钱的问题 就是钱的问题 对 其实我是比较信任商业产品的 对 花钱买安心 对 对吧 对 但是问题是咱们听有 不是都是土豪公司 对吧 人家也有小公司 你都让人花钱 这事也不现实 比如说在尽量低成本的时候 也尽量要自己做到安心 所以你记得一句话 就是免费的是最贵的 时刻要警醒着 对 OK代码脚说完了 再有一个可以说一下 系统脚的跳手说吧 系统角度 系统角度 其实无非就是现在我们经常会用的 就是现在跑服务器的可能 你说操作系统是吧 对 操作系统 09克斯 这些 但这些其实也有很多的企业遇到了坑 我知道的例子有很多 对 比如说 该补的补定 补补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对于越美人员的一个要求问题 对 就他可能比如说他为了求稳 他不更新 因为有确实也有更新 然后你起不来的时候我也确实有什么碰 也经常遇见 对 但这时候你比如说你要在那里 因为这个原因你去骂 骂他他肖子一定不会 不不不 这个我跟你讲 这个因为我也管运违的 这个我还是有发言 好 这个你来 说 运违本身一定是保守的 对 就是即使运运人员想更新操作系统 也不能让他更新 好吧 然后你有漏洞你怎么办 停了 用我刚才说的那种方法 在外边挡 因为你不 比如说我一个公司几万台服务器 这个操作系统可能是一个老版本 我肯定不敢把它升级 不是 我即使是为了修一个漏洞 他我们说的可能不是大版本升级 就是这么讲 我即使为了修一个确定的漏洞 我如果全更新了 他可能有新漏洞 我不如说 因为这个确定漏洞 可能是已经爆出来的 我知道在外边怎么赌 但是我如果把它升级了 引入一个我不知道的漏洞 我压根就不知道怎么赌 但这个我觉得是两个策略问题 大公司可能确实几万台服务 他不好干 对吧 但是你比如说我就一台两台 然后可以比如中间断一下 这可能这个策略是不太一样的 对吧 有可能 对老高说也对 你要知道我们当时有个事 我们现在就觉得用云服务器特别好 你现在也几千台服务器了 谁啊 你哪有那么多 你那些节点 没有 那才两三百台 两三百 那个黑不黑 无所谓 我说就一个VPS server 你黑吧 黑了我大不了我出账 因为都是云的 对吧 然后我跟你说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是 我们有时候些怕 就是那机器起不来 但是现在用了云呢 反正起不来就跟青云说 机器挂了 他就给你修 修好了的时候你就能用了 你知道吗 太坏了 因为他确实就毛讲了 他的人对这个系统的 这个属于批你狗 你看他起不来 他知道哪个地方有问题 或者改个配置 就只能把它弄起来 这个其实 这个其实不是你 你用云带来的好处 对 这是你花钱买了服务 但你要知道 就是说这是个配套的事 对 对吧 那我就觉得 这是对我来说 是个格外的好处 那我也愿意用 他雇一个系统公司 他不一定能搞定这事 或者这时候 可能比如说 这个可能我一个月就用一回 那我不会请个全职的人 对吧 而且不可能每天打车去机房 对啊 但是他呢 其实对他来说也是远程操作 反正对他来说 可能也是一个简单问题 就帮你给你改了 他也没什么太大的事 对吧 所以我有时候 如果对于有些公司 他就是这个 这没啥 你就不 其实真不如上约了 为啥 你的硬件坏了 真的你就得去机房 对 但是你要是用了云 其实就没这么多事 对吧 这可能成本会贵一些 对吧 但是你也有其他的 可爱好吃 就看怎么平衡了 对 对 OK 接着说吧 高老 就是系统角度 刚才你说的 就是说 可能对于大公司来讲 不太可能说 所有的系统 一下子的话 剩一个机 这个也能理解 而且 我刚才还忘了 说了一个事 可能我查的比较多 狗书他们 是能定制系统的 对 他们是定制系统 他那个公司 可能就没有定制系统 对吧 对 那你不定制 说说你们有没有 定制系统 先回答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你说定制 是个怎么概念 我确实 就是发行板要改 我们只是在 内核参数上 你可能只是做了一些 裁剪和配置的 对吧 那其实就不是 那些可能真的就是 在上面做大量的改动了 对 对吧 他们就重新自己打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从小公司的 角上讲 那可能有时候有 你能升级还是升 在你觉得稳妥的前提下 能升级还是升 因为我觉得至少 你跟黑客比的是说 怎么说 那话怎么说 就是你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对吧 但是你现在知道 我有一个什么的漏洞 对吧 那我是因为不能升级 那就怎么说 其实你也不用怕刮 我觉得这事是分两色 如果你重新是云服务的话 你大不了 先做一镜像再升级 对 你可以停机复制 现在都不用停机复制 它可以动态的 动态我就做一块照就行了 比方说你看 有一些系统内核是有漏洞 比方说你在 某一个用户登录的状态下 你会进行一个程序 就跟英占是最直观的 它就提权了 对 或者你获得内存里的某块数据了 对 但是你会发现 你的前提是你要登录进去 那我们是在前面挡住它 就把你的登录行为先干掉 对 就要你登不进来 对 所以很多 为什么很多内核漏洞不用修呢 就是因为 它压根就这个前提条件 是无法成立的 对 但是能研究到这个地步的人 那也不是一般人了 能分得清 这是因为什么会有什么前提导致的 不是 他这个说的很清楚 就是他从前面都防住了 里面内核再出问题 不是 其实对他来讲 我是说 你这个漏洞 因为什么原因会触发 这事可能很多人都不会提 他只是说 这边有个漏洞 大概的模式升个级就行了 就或者能看懂那个东西 可能都 那你因为你看到一个漏洞 你肯定要做POC的 你要重现它的 我这么想 你说我们听透了 有多少人会懂POC这个词 那对他的 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说有漏洞 该怎么干 我就升级就行了 对吧 跟着 不要跟着 操作不如走 对吧 在你稳妥的前提下 对吧 你就跟着走就好 行了 我们听到大概 大多数都是在一些小公司 或者是一些个人项目 对 在大公司的可能并不是说特别多 或者就是你在大公司 你不在这个部门 你对POC这次 你也没有概念 对吧 一样的 我们可能也是听多了 知道POC是干嘛的 对吧 OK 下一个话题 下一个话题 我觉得就是接着上面那个话题说 就是对云服务的这个选择问题 其实我相信现在大家大多数都是选择云服务了吧 很少自己托管机器去 可能会有一些 除非我们这种变态公司 不是的 就有时候比如说你的情况上面决定你可能不太好用 对 对吧 或者说你需要 或者成本问题 需要高配 对 对吧 因为在云里边确实高配 越高配成本越高 对 那个云税是去向于这个高配子的机器的 我们很明显能知道这个问题 来 高老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云服务应该怎么选 现在有这么多云服务 常常 什么阿里腾讯 什么青云 还有一个 青牛 然后这个等等等等吧 是吧 什么右拍 特别多 就是你 云 如果说云服务 其实很多都叫云 对吧 对 来吧 这事儿 说有点范围太大 这个云 就是符合哪些条件的云服务 我可以用哪些 我就不用考虑 首先你要先看自己的使用场景 比方说 我们知道云服务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好处是弹性 而不是成本 对 但是对老高这种场景 他可能格外的需要 比如说 因为他的分布很散 对吧 有人能帮你做事 那就是你除了弹性以外 还买了一些服务 但是大多数的人 其实需要的是弹性 也不是 可能我的视角是说 上了一定规模的公司 我觉得其实有的弹性是说 会有用 但是没有那么大用 因为是这样的 只是方便了 因为我不用去机房托管了 我不用去弹核 其实是方便了 不用弄在机器了 机器挂了 也不用我管了 对于绝大多数 它是方便 这个我同意 其实弹性的另一个角度叫方便 对吧 不是这样的 就是这么讲吧 可能从你最 从这个创业初期 一开始看中的是方便 对 但是当你的规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其实你那个方便是一次性的 过去了以后 就大家都一样了 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它弹性了 因为这个弹性带来的就是省钱 我的意思说 弹性的另外的一个角度说是要方便 主要是省钱 你说的弹性跟方便 在晚上有时候 它可能是个同一词 但是这个咱不纠结 对对对对 比如说游戏行业 对它来说 这个方便就是说 我今天想上 一千台机器马上就有 而不是要走个供应链 自己装自己搞 对吧 你这叫方便还叫弹性 都可以说 你说的这是方便 但是我不用的时候 我这机器我就可以退 对吧 这也叫方便 这事在原来的方式就做不到了 对 其实无论是扩还在检查都不 咱俩说的是个名词的问题 对对 其实是一件事 不提了 但是你问一方 你说对于这些小的公开 他认为这个事来讲 是方便还叫弹性 他一定是觉得方便 首先应该是方便 然后觉得我到规模 我就想扩 那就弹性了 对吧 对 所以第一步 如果从我的建议来讲 第一个选云的话 从小公司的角度了 是选一个全能云 就什么都有 对吧 就不用出去了 对 一再的是 一般出去的时候 除了 因为你讲 小公司选择云 都是为了方便 对 你出去必然不方便 对 或者你说 必然会带来一些成本的上升 对 然后那 但是大公司不一样 大公司角度会不同 对 因为 除了全能的云以外 还会有一些特别偏门的云 比如说某一个领域里面做的比较好 对 有做存储的 可能还有做高性能计算的 包括CDN是吧 CDN都算是云了吗 对 大公司其实不适合用全能的 因为全能的云是这样 大家可以就像麦当劳吃饭一样 有的东西是挣钱的 有的东西是带量的 你都在那吃 他就挣 但是你把他带量的东西吃了 去别处吃别人带量的东西 你就赚了 不 我觉得是这样 一个全能的云的好处就是面广 然后每个做的都很不够专业 你是不是也有这个可能 他有可能是不够专业 也有可能是有的东西卖的贵 就是他的定价问题 是他的利润来源 或者说不可能每一个项目都专业 对 那如果你要是个大公司想选 我说比如说在某个领域里边做最好 那可能最后你发现就是 你选了一堆云的某一个功能 拼出来一个你的需求 对 因为到这种规模的企业 前面那个方便就不是最主要的 对 那时候他需要的一个是弹性 一个是对他的需求是能够非常 他每一个点要完成的足够好 并且他综合的成本 他有要求了 而且他也有一家的一定的一家能力 对 他有量 弹性是 是他需求其中的一个 对吧 到比如说到一个很大的企业 通常来说 他只会在这些新业务的 实验性的小产品上 在使用这种云 然后呢 我知道很多公司 我就不说是谁了 现在正在纷纷的从工友云上往下搬 就是因为他会发现 他固有的业务量是稳定的 不需要谈 他谈的那一部分 在他固有业务量里的占比比较小了 这时候他固有的东西 他一算 他自己在 成本其实是第一个 对 我知道你说的不是微博 微博不知道 微博在 他有的时候就属于是突发事件 取决于有多少明星出轨 对 但内国你讲一个 讲个应该算段子 就是有一年 好像阿里的人跟我讲 他说突然有一天 突然那边开了几万台机器 突然就可能说 就比如可能在某一时刻 下午两点 突然爬开了几万台 跑了一个小时 突然爬全关掉 他们就不知道是谁 你明白吗 就不知道什么事 就不知道什么事 也不知道是谁 最后发现是 好像说是小米 小米就拿你这个事 就是比如我要做个计算 爬开了 他最后一算 还不如你这个 阿里云的ECRS更便宜 我就拿你这个 开多少台 然后一玩车就下线 就完事了 这种用法其实是最舒服的 用云的办法 这是最弹性的 真的我需要 我就开 不需要 我就直接滚掉 对 OK 还继续说一下 你说了这么多东西 然后到底应该怎么选 对 你说大公司适合什么 小公司适合什么 我们在选的过程中 还需要注意哪些点 你刚才说了 小公司需要一个全能 全功能的 对吧 一战式的云 对 那现在国外最全的应该就是 AWS 国内的 应该就是阿里了 阿里云 腾讯云 腾讯可能没有阿里那么全 对 我听说了 现在国内的感觉就是阿里 腾讯 然后华为 异军突起 然后还有曙光浪潮 京东 百度 那好吧 这里怎么选 我觉得这个事就没得选 基本现在的状况就是按照资本市场来站队 明白 这个其实也很重要 如果说你拿了腾讯的钱 你就只能用腾讯云了 基本上就没有这么跑了 对 就没有太多选择了 比如说你更多的在微信上去做生态 那你也没有选择用腾讯云 对 现在还有新的一种业态 叫做云管平台 就是说它融合了 混合很多云 它把很多云的API 然后调用之后前面做一个前端 明白 但是其实我个人的感觉 觉得它不是特别有想象力 我不知道它的价值在哪 这个可能就是帮你方便了一点事 就不用说我要去操作阿里云的时候 我去阿里云的后台 我去别的了吧 对 但这个前提是这个云能支持API操作 一般云都是可以的 但是看明白阿里云那个API文档 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 它其实就帮你解决了一个 你不想看云档 你帮我做我付你钱的事 你看明白了也不一定能跳空 云管平台的一个价值 还是说它当然可以管理私有云 明白 今天有个状态叫私有云 刚才没聊到这个事 实际上企业下云 或者是说尚未上云的企业 通常还是会往私有云的路子去转 所谓私有云 它其实就是管理的更方便了 它比管理物理服务器更方便 可以独占 包括裸金属 对吧 什么叫裸金属 裸金属就是这台机器给你独占 就是一台机器给你 就可能说你应该是这台母机你独占 OK 这个阿里有一个产品叫做神龙服务器 应该就是裸金属 对 它其实的 它的实现方式是说 一台主机就做一个续集 不会在上面分 好你也可以分 但那分的都是你来控制 就这台机器就是 你现在喜欢什么 我上面看 那不就是介于托管和云服务之间的一个东西 现在喜欢啥 就比如说我在那边开一台机器 你是不知道这台 这台真正宿主机上有多少个用户跟我一块用 对 那好 我对CPU敏感 那大家就是都在跑 那我就觉得自己被怎么说 对 没有被满足 对 对吧 就当时我记得最早的时候说那例子 就是那个叫SoundCloud 就是这个问题 SoundCloud 很多做音频比转码 对 它当时好像就用的是亚马逊的 那么就不能保证说 在这个某一时刻 你这个东西相对来说 是能够保证顺利的 对吧 当然好 最后潜到 那个Saudelaire 当时属于卖给IBM了 当时他就说我们在推落金属 落金属 就是说这台机器 你可以这台机器只做一个虚机 你可以在那边拆的很细 都可以 但这台主机就是你的 等于说你就等于相对来 租了这台素主机 对 这也是一个用法 这还是基于需求和场景的用法 对对对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裹金属越来 就是有的时候你的需求 是有一定的敏感度的 OK 尤其对CPU OK 对或者对IO 好 那你想你这台机器 有四个客户 好这四个都拼命的在写 或者拼命的都都在说 那谁能保证谁 对吧 但其实他其实是牺牲了一些弹性 这就是需求 其实没有说坦性 就是云 对吧 其实我的干涉会说 他这都为了方便 方便 就是跟坦性 有人真的不是一个等价次 对对吧 方便就是我想开 我就能开 对 不是我非得说 好 我跟你说我们现在历史 想去清云拖机器 然后清云说 我们现在垫满了 然后说什么时候开 这个月底 我得等一个月 但是他那个东西 按照我们配置算 这一个月我得交个钱 我觉得我逆可等一个月 那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你得考虑 这个性价比问题吧 对吧 那我现在所有的高配的机器 都是自己的 因为我做的火和云 OK 那低配 比如说一记内存一个CPU 那全都清云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配了 因为那个就算了算了 你就买它就完了 对吧 然后今天方便会还学会一个招 也算是一个小公司 也许能用的 因为我们那个有时量大 对吧 你如果说我开个80兆带宽 但你会发现说 你后半夜你用得上80兆吗 对 然后他们现在有个功能 这样做 就是你可以做一个规则 所以你带宽 不足80兆的时候 降40兆 不足70兆的时候 它有一个规则 你就可以再去 有策略 对 可以降 然后最多降到30兆 不会再降了 你要涨 好 再涨40兆 然后你这个钱 就可以按照这个阶梯收 明白 然后那谁就说 我们一个人能省个 一两千块钱吧 那你为什么不按流量来说 它流量按到每一计算 其实要是比你按那啥 要贵 贵一倍 对 给你那么算 你要用满带宽的话 合适 对 就同样八二道 你按带宽算和按流量算 你用按流量算 是你的成本是贵了一倍 对 那我觉得我亏了 那按流量算 把单价降一半 不完了 不可能 他不给你降 他的方案 就是你这个方便理想 就是要降低 就是对成本上讲 有时候是不够那啥的 你明白吧 就这两个有时候 你不能兼得 只不过他对那个方案 他提 他提了说 我给你一个方案 但是你不用 这不是我的事 对 对吧 我觉得这个方案 可能早就有了 只是万个没仔细看 明白 我也不知道 他那天突然 发现这个能 那我用吧 人家就觉得挺好 觉得能是一万千块钱 对吧 就有时候云也是这样 就是阿里云有一个 叫共享贷款的东西 理论上就是这样 比如说你现在买一个ECF 阿里云说你知道 给一兆贷款吗 最低 对 但是你有一百台 你的一百兆 是不能够在一块用的 对不对 对 你这台要用两兆 那台用五兆 你能把这个贷款传一块吗 你不能 对 他现在推一个 叫共享贷款的概念 你可以买个大的 买个一百兆 然后把那一百兆 都挂在里边 这些就可以共享 好不好 但你用不用呢 我们之前没用 我这来的忙 还没来得及配 他那个前提 就是我说的 就是他需要 那个专用网络 不能是经典网 经典网络用不了 对 在PC里边用 对 那你说 你那也有功能 你没玩明白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但是可能有一段远 就是你这个成本 很多时候是你要 能玩明白 这个云里边 给你带来的功能的 这些组合 对 你想那时候 我什么样的一个成本低 对 或者我至少能够 匹别的便宜 对吧 嗯 OK 嗯 接下来的问题 其实是这个 其实高老刚才聊过一些 就是这个内网安全的问题 就是很多企业都是 就是刚才 像咱刚才聊 插根网线就能进内网 绝大多数企业是这样 那有没有更简单 有效的办法去 规避这件事 因为其实大家在内网里 比如开发 我有开发服务器 基本上那个都是 比如说 MySQL 都是桌密码 但是一般来讲 你那些测试数据 都是从在线数据上 扒下来的 可能时效性不行 但是也是 也是实实在在的数据 对 一般 比如说之前 大家都用Windows 电脑的时候 都用ADU 对 就是每个电脑 你必须得登录一下 才能访问 然后呢 现在比如说 我们现在公司 都用Mac电脑呢 就是用LDAP 自己做的一套 登录管理 就是连到WiFi以后 你要用你的公司账号 和密码 才能登录网络 包括在手机啊 什么的都是这样子 然后呢 再把第二个 这是内网的 这个物理的问题啊 还有这个 内网使用的各种网站 比如说我们各种Wiki啊 工作流啊 OA啊 这些东西 把这些东西都收入到内网里 然后你在外边 必须用VPN用是吧 对 在家里边 或者在外边的时候 访问路径是这样的 你先通过VPN 播入到办公网 对 然后对这些网站来看呢 你就是在办公网访问了 对 所以你就可以打开了 对 这是个比较常见的 对 这个地方吐个槽啊 就是我们办公网的VPN 用的是PaloAuto 对 其实PaloAuto的这个防护墙 是技术上非常领先的 就是在我们现在看起来 国内外的各个品牌来看 都是挺牛逼的一款 它是一个硅谷的创业公司 但是它的问题就是 它的VPN的这个客户端 手机的客户端 在中国的App Store被下架了 在LS里没有 对 安卓没问题 然后这个下架了以后呢 其实其实不是它 不是被下架 我们跟公司 跟他们公司了解过 其实他们主动下的 主动下就是觉得 这个政府管控VPN 他们怕找麻烦就下了 反正中国也没多少人扑 对 不是啊 你有一个就影响一个 他那个没有所谓 企业签名了吗 我们跟他们提过这个 他们不敢做 好吧 他们觉得我宁可不做 但是确实影响用户了 对 对吧 因为你这是一个 对于就需要VPN的人 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对 没有你就用不了 对吧 你现在等于就用不了 在iOS上用不了 所以我们是拿美区的App Store账号 下载 只能用的 所以大家需要 你们所有员工需要再注册一个 美区的App Store账户 也不用吧 登录一下就行 对登录一下 就只在装这个时候 可能登录一下 这个具体怎么来的就不说了 大家自己解决呗 总有办法 对对对 就是这是一个标准的路径 就是我所有的人在公司以外 都是要先 当微骗 先进公司网络 然后才可以访问这些东西 对 但是可能国内很多公司 就是直接把服务器放在公网上 然后为了方便在外面 对 对 因为架这套东西 其实还是蛮费劲的 对 这个有一个最佳实践 就是如果你用Google的 这个就是这一套企业办公套件 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Gmail加 现在不叫Google Doc了 G Suite 对G Suite 算在云里边了 对 就这套东西 这套东西其实非常好用 对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这套 对 它就是不用你进到内网 然后就可以访问 而且安全性也不错 Google内部也是这么做的 对 它也有两部认证 就是两部认证 这东西是必须的 这个一定要有 对 现在的就是从狗树那家 得到的观点 就是他们现在已经没有 内网外网之分了 就都认为是要更安全才行 所有的服务都必须登录到 这个它统一的认证账户上 然后才能放的 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在工坊上的 但是只不过它是有一个身份系统 然后去鉴别你的身份进去之后 就跟内网都一样了 这时候就等于没分内网外网 对 他们认为这样更安全 因为他们认为内网 如果你认为内网更安全 那么其实它本身就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也是个观点 对 其实我觉得它说的是对的 咱们就是因为国内的这些安全公司 没有Google这个技术能力 而Google在国内的企业里要用的又很麻烦 这个问题很敏感 因为我觉得在很多公司里边 这个叫什么叫做IT团队 其实是不受重视的 对 对吧 对 它往往只能是买一些东西 而没有自己开发能力 对 对吧 但是你就算有开发能力 你开发一个Google的这套东西也是不可能的 不现实的 你可以做一些集成的事 其实国内有很多公司在模仿Google的这套东西 对 但我倒觉得它说那个话 就是你要是你与其认为内网更安全 不如放在都在大外网上跑 这样反而大家都会觉得可能会天生会觉得 我要慎重点 这个我的密码 我的账号什么的 这个其实原则上来讲没有问题 但是它带来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 就是你的攻击面变大了 我觉得从这两个去 我觉得我宁可 我就是觉得就放了 因为大家就会天生想 我要把它做的更安全会更好 它我觉得适合那种geek型的 你认为说你把它藏下来 别人就不会发现 这本身就是个悖论 对 就是个悖论 对吧 它适合整个公司都是geek型的公司 有这个可能 或者是说 也可能它不是所有的都这么干 比如说需要全员的这么做 但是有一些 比如只在我的小组内部的 可能也在内网里 不是 对吧 不是 完全不是 这个我确认过 对 这个主要是可能有些是 比如各个团队自己的事 你其实他也不知道 他只好一定是说 全公司这么干 我觉得是这样 在Google的整个框架下 可能就没必要那么干 对 他就没必要 我是觉得有一些像比如说 你的内网 你说内网其实很大 对吧 对吧 内网你可以有数据库服务器 因为你数据库怎么放到外网上 不是 他数据库就是在外网上 他只不过是用权限去隔离他 他所有计算资源都是在公网上的 不 我说的可能说 就是比如说我做个测试机 测试机也是在公网上 那你再没法说了 他就是这么干的 不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 就可能他不一定这么做 但是可能还是 我觉得以他的人力和财力 也是可以这么干 他能干的 但是这事真没法学 这成本问题 不管怎么到 Google那套东西 咱们完全是没法学的 对 但技术型公司相对来会占便宜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观点是对的 就是如果你认为内网更安全 反而这就是一个拨着点 因为天生你会觉得可以省了很多步骤 对吧 你把他安全意识严认为说 我就再内网了就行了 就是成本的平衡 对吧 我觉得这是个意思问题 就像你坐高铁一样 你没给每个人安逸发动机 还是一个发动机拽所有人 这就是成本问题 这不光是成本问题 那你要这么说 那怎么说 说刚才说的话怎么怎么说 你说极客的公司能干 那是因为极客公司有钱吗 你就极客贵 不是 不是这个问题 极客可不贵 对 这不能是我们的判断 我觉得这次你双标了 我觉得这事没法直接换等号 对 这个是 对吧 下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也是 咱如果我们把这些所有的内网安全 系统安全 这些东西都抛开 即便这些都不做 我认为这件事情也要做好 就是这个备份策略的问题 惨痛的教训 这都是惨痛的教训 对 我这也惨痛过很多 三库 三库但没跑路 因为我是创始人 都删过库 谁都 我都删过库 晚上聚餐喝多了 回家开始搞树语库 一不留神就把生产库当侧尔虎杀了 这这太可 特别多 或者RM-F凶了 对吧 然后在根部里操作 这还挺难的 我一般不会用路的灯 超前当时干过一回 是吧 他当时他那个路径拼出我了 他认为是删个某个目录 但实际上他删了一个根目录 好像是多了一个空壳的问题 我还真没干过自己删库的事 但我出过这个硬盘崩溃 这个单点崩溃 导致数据丢失 是吧 对 但是后来幸好是修回来了 要不然就 现在的SSD可真不好修了 SSD也不好修 因为那玩意儿是各自大家各自实现 完全远远远远远远都不一样 对 机械再怎么着 散驱是怎么样 他就是这么花 对没有区别 大家只是排的打的不一样 你用的工艺不一样 没有别的 对 但是SSD这玩意儿 他们的这个实现 出了到尾 可能同样的 就这个固件 大家写的可能都不一样 就工版是一样 但是上面的固件实现都不一样 对 完全没法修 就真没法修 来说说备份策略的事吧 我们现在基本上 备份的就是 我们现在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文本 那个SVN 那是我们有三套 你看我们那个大机器 那机器上有一个大的库 没事就开开上更新 那个其实SVN还比较好搞 为啥 我们所有的人 比如编辑 每人都有一库 对 他每人都有一份 大不了我丢了最后可能 就丢一点 丢一点 对吧 然后我们其他的基本上 数据库就是主虫 没就没了 唯一的担心就是 你的主虫上面 你的虫还写不写 我们有一天就发现 那些发现说 有个虫就没写 对 但是你就得跟着看 这个完全是运维的问题 就是你有专人 或者说做一个dust ball的 你就马上就状态都写上 你数据库的进度 对吧 你说这些机器的进度 看一眼的了 对 就无论是从运维角度 还从安全的 你就都能做了 对吧 怕这就安 我当时哪个 是哪个野 是那个get live吧 get live 是前年吧 不是有一回我们说 五重备份措施 然后一个都没挡住 对 那就是他 对吧 get live 对吧 就是所有的 然后就所有备份策略失效 这个那个 最后发现 这个备份就是丢了 丢了就丢 就丢了吧 但我相信这个 一定会让他们自己 重新思考 对 对吧 就是大家总是觉得 我们有五分措施 然后大家就 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去 就像你说的 网飞 就随地关服务器 就是为了验证这些措施 是不是真的有效 对吧 这个我确实还是有用 因为你很多 你像那个叫什么 这个 前言速控就是 它的这个数据 就没法恢复了 对 那它这个东西 而且它是存在一个系统盘列了 对 那这个就确实是很麻烦 对吧 代码其实还相对来说 比较好找 数据就不好说 因为比如你做了一个 2C的东西 每天都有运户往上传 对 那你丢吧 丢了这个就麻烦了 对 在我们前公司 这个事儿叫回答 就是新数据没了 我们 但你遭遇 比如说有今天 某二次元网站 ABCD EFG 大家猜去吧 对 往前猜 我们当时遇到一个物理的 这个服务失败 就是机房被人把线剪了 这个很高级 然后门锁了 就是你想拉机器 也不让你拉出来 都进不去 想恢复服务 行了 你这么一说 大伙就全知道了 对 那次情况怎么解决呢 就是两个月之前 数据库有一份备份 就拿那个 拿那份备份 恢复到两个月之前的网站上 那是个玩弄备份是吧 对 那还好 那所有的东西 内容也都在上面了 内容其实是在CDN的 但是你的索引 都是在数据库里的 OK 就是两个月中间的东西就没有了 不可考了 但起码大家能接受 我觉得现在这些2C的用户 对这个网站出事 就尤其 就习惯了 尤其那个网站出事是太正常了 对 但那个中事已经出习惯了 你俩又不出事 大家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不出事 对 但是一个正常网站 你突然出事 大家都会叫 都会叫唤 对吧 你看丢了东西了 对 但是往往还是能够接受的 对吧 因为确实 对 他不像那种付费的 说你帮我的什么什么 这个PP搞丢了 那这事是个大事 对 但你就是做一个论坛 那丢了就丢了吧 那能总办 对对 我觉得相当于现在 你稍微年头长 有个三五年的一个论坛 有说没丢过东西呢 那不可能 没有 基本都丢过 没把自己丢没了就不错 是吧 这事不要再提 莫得提莫得提 对对对 数据备份 这个倒是有一个 这个小的 最佳时间 小的点 就是说呢 第一个是说 你要考虑到 不管是异地备份 还是怎样 第二个呢 一定要有本地备份 这个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就是 除了备份的安全以外 你还考虑恢复速度 对 对 还有小文件恢复 也很累 对 对吧 所以 甚至有一些 这个 这个指导手册上讲 就是备份的服务器 一定要跟你这个 正常的 备备份的这个服务器 要在同一个机柜上 是为了恢复最快 如果你 你只有一个异地备份 好 那通过公网 拉回来 这个事 那就疯了 你可能就是几天的 一个 一个这么周期了 对对 一般都接受不了 对 但是你也不能只有本地备份 没有异地备份 又是钱的问题 对对 机房着火怎么办 对 机房被锁怎么办 对 但这个小公司 可能数据量不大的时候 其实还能备份得起 还是看你数据有多之前 一个也是个意识问题 我以前在另外一个前公司 遇到过这种事 就是 又是江哥 机房的两路电 同时被挖断 然后整个机柜下电 对 就是连夜 开着面包车 把所有的服务器 拉到另外一个机房上架 幸亏没锁门 对 这个还没锁门 而且人家机房 知道这个事 人家是配合的 对 我帮你搬 对 正好还是后半夜 所以这个服务虽然停了吧 但影响人并不多 对 OK 又是一个二次元网站 这个里边 我觉得就变成它是运维的坑了 就有人很多是运维的坑 对吧 你的机器坏了 硬盘坏了 对吧 断电了 断网了 对 对吧 然后成员写的代码有问题了 我们又一回就是 代码写的不对 然后整个服务器全挂了 怎么办 起来 又挂 起来又挂 还是成员写的有问题 这个很正常 你看刚才讲的也算安全问题 也是对吧 对 也是安全问题 就导致你这个东西不可用 这种事 太多了 没经历过的都是小白 太多 做论坏的谁没丢点东西 备份策略 其实我觉得不仅是那个什么 不仅是你这个工网上的数据 我觉得现在企业慢慢的就是内网里面存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了 对 就我遇到过例子就是可能内网有一台机器 大家会把这个文档都放在机器里 收工箱文件夹 然后这个机器坏了 或者 帮助着火 对 没有被 遇到过 博操 全插逼了 因为这事就跟那时候说的 安全那事本身的是带来额外成本 而这次要你一个有根弦 想那事 但是你做一年两年可能没有什么效果 对 就是出事的时候 就跟保险一样 运维也是这样 老板想起你的时候一定是出事故的时候 但是他觉得 平时不出事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为什么花这么多钱 对 对吧 这个就跟运维跟安全 为什么容易背锅 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时候 我们就讲云的重要性就出来了 对 其实那个什么 就是我想说这事 就是因为我们听有很多 不是说他在管着一个大网站 开着一个论坛 不是 但更多的是说 我在我这个公司里 这个公司可能也不是一个互联网公司 就是一个传统的公司 但是我现在 因为现在没有多少纸质的东西 你再传统的公司 他这个数据也是以电子的形式存储的 对 那好 这些东西 其实大家都是两脸懵逼 你知道吧 这个信息的一个 就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哪怕 我代码可能是一堆文档 对 我怎么保证这些东西的安全 有没有什么最佳事件 这你能具体讲讲吗 比如说我是一个货带公司 天津特别多 做这个货运代理的 海关的跟海关走业 我的联系人 很多的单据票据 往来的记录 货单 这些东西丢了 那乘船的东西都上不了岸 对 货的被静动对手拿去了 那好 这些东西 它存在了一台电脑里 别管是办公室着火了 还是这个硬盘挂了 只要一丢 那就不是说一万两万的损失 可能上千万上亿的损失 你别看这个电脑不值钱 其实这种情况 因为我其实在货带公司里 真干过 你经历很丰富 对 你经历太丰富了 那我们那个时候 好像纸质的单据比较多一些 对 我觉得像你说的这种情况 最适合用云 就是千万不要在自己的办公室的电脑里 存什么东西 就放云上 对 做好保护 最好的实践就是Google Gmail的企业套件 因为它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说它的持久化 它不会没事就丢了 对 第二个是它的权限是非常细的 对 就是我可以决定这一份文档 给谁看不给谁看 别人也可以在上面加comments 对 然后每一个人登录 又都有我的统一的企业账号 管理员是可以添加人 三人的 对 如果说这个公司本身并不是一个 或者说它本来就是做一个对外的贸易的 它并不是一个政府机关或者怎样敏感的 其实我就建议它用Google的 但是现实问题你是上不去 对 当然这事咱不用我们解决 这个问题 它会自己找到路的 IT人员肯定自己能解决 但是从这个产品本身来讲 就是千万别弄电脑弄一个FTP 存一堆文 其实这种方式云有它的价值 一个可靠谱的语 对 需要靠谱的语 不要选不靠谱的语 对 对吧 但这就是一般来说 规模越大 理论上讲 它是越安全 对 相对来说 对 有的时候那种极端事件 那没法说 对吧 但是 因为我对比过微软的Office 365和Google的企业套件 G-Shot 差的还是挺远的 对 微软还要再搞几年 我觉得至少我觉得整个地球上没有比Google那个好用的 除了访问的难度以外 对 所以我觉得对于刚才朱峰说的 比如说小的货带公司或者什么公司 它又非常关键 它又不是一个抢IT的 能力的 就选这个没有错的 国内有没有什么替代品 没有 没有 还是真没有 我想了半天 国内Office 365可以用 但是差不少 差得蛮远 对 如果它只是做保存 应该没问题吧 比如说只是做一个备份的地儿 你觉得可以行 你备份地儿 你用百度网盘都可以 其实关键的是 它不够方便 它不够方便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可能文档也并不多 对吧 我们文档都SV了 其实Office 365 它可能的好处是说 如果你日常往来的 包括跟外部的往来的 都是 都是Word 都是Word的文档 或者一个SR文档 可能更方便 它就兼容了 对 这个兼容性它是更牛 对 Google Doc就有一个问题 它是自由的格式 对 是在线那种格式 它要转一下 转到这兼容性 要导出一下 能不能完全保证是个问题 对吧 Google Doc主要 这个协同的能力太强了 对 我们曾经在之前的公司里面 400个人同时编辑一份文档 说句题外话 就是Google把微软的生意抢了 在这个上是这样 是这样 对吧 对 OK 那就给这些公司一个建议吧 就是你们想办法用Google Google云吧 但是据说这个Google云 有计划要进来 不是 对 我也听说过 就是光是把这个云 就云这块 去跟什么敏感性不高的 对吧 因为这个又没什么敏感性 我觉得地图在 很大情况在国内 它也能用 对 我觉得企业套件是应该 应该进来 但好像没有落地 就没有真正落地 这个事就是进来更好 进不来 大家想办法也能用上 对 但确实没有更好选择了 对 反正我觉得可能这种内网 就是也不说内网 就你的信息的备份 对吧 因为你说你这丢了 那也是安全事件 一样的 对吧 就跟你刚才说 那情况是一样的 说这备份确实有些公司 平时也不 我们有时候 可能也做的并不多 真的比如说都不说 你的电子党了 发票 放在公司 那你说他哪天真着火了 那你怎么办 对 当然这个可以说 是个理由是吧 对 你这个还好 就是它不会影响到业务 最后多交点税 这个其实 美国有几个公司 推出过这种财险 叫信息安全险 就是我们之前 我不是我们啊 就是我之前还研究过 这个 但是呢 我发现在中国 大家不太认 这个保险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你 你投了这个险以后 你由于这个安全问题 造成的损失 他来赔付 他来赔 不光是赔你的直接损失 他来赔间接损失 比如说我 我损失 我京东挂了一天 我这个可能产生的收入 也可以在他保险赔付的范畴里 然后呢 你这个为了你这个安全的问题 你要跟别人打官司 这个诉讼的费用 也在里边 OK 但是这个事呢 他这个保险公司 肯定对你的企业的心情安全 会有一定的要求吧 对 他是这样的 第一 先要审计你的整个安全的状态 然后呢 但是他不一定要给你改 他根据审计的结果来决定费率 OK 第二是说 他费率确实蛮高的 他根据你的保额 他因为保额有上限嘛 有两个保险公司 其中一个保险公司是比较高 最高能赔到两亿 美金是吗 我忘了美金人民币了 我就听到这么个数 然后有一个保险公司比较低 但是高的那个呢 有100万的免赔 低的那个呢 可能只有几千块钱的免赔 反正基本上全覆盖了 OK 但是保费挺高的 就是 就是我觉得在咱们现在这个 这种情况下 他宁可招个人了 对 在咱们这个经商环境里 其实大家可能不见得愿意花这个钱 对 但是你想 或者叫有别的替代的方案 但是你想如果说你就像你说的 你有很多这个间接的损失的话 那还是挺值的 我只是想知道说在美国这个险有多流行 对吧 不知道 你明天去美国可以研究一下 我也问不出来 我也不是去保险业的会 明天你就到了 后天 后天 其实你问一些美国的这种公司的人 他们自己有没有买 我觉得这东西可能还是给那种非IT业准备的 非IT业的公司准备 对吧 就是他担心我的IT的能力不够 他就担心这个会出事 那我可能就做一些准备 保险这个事我觉得可以单开一个话题 因为就是中西方的这个保险意识不一样 对 他们认为那个是必备的 你就去你们家小区敲门 问你们家上猜险了吗 很多人都没上 99%没上过 你上了吗 我上了 对 一个一年大概多少钱 700块钱 那不够 保20万 好吧 淘宝可收 就你自己在那里买就行了是吧 就你直接买就行 然后所有的包括你们家着火了 被偷了 都算在那里 然后漏水把楼下泡了 楼上漏水把你泡了 都管 对 这个可以普及一下 对 这个回头我们翻开一个话题 又跑那话题上说 这个习惯是怎么 又回来 没养成的 对吧 对 不说这个事 接下来咱们这个节目要结一下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我们普通的中户 刚才我们讲是企业 对于我们普通的中户来讲 我觉得 你去使用一个企业的服务 你首先应该 要去假定 这个企业的服务是不安全 不可靠 其实很多人会默认 这个企业是可靠的 你比如说 我刚才说到 这个前沿书控这事 他就默认 腾讯他永远不会丢我的数据 我现在他才敢这么干 理论上讲也是腾讯的宣传导致 对 但是实际上的 别管大公司还是小公司 他其实都不会这么板直板的健壮 对 你必须采取一些额外的手段 保证你自己的安全 对 后来就要加个保险 对 对吧 对 这个其实是在后面 我们想说的这个问题 就是高老 你觉得 这个普通用户应该怎么做 才能基于这个现实状况来做这种方法 我觉得作为普通用户 其实之前有很多人普及过这些概念 比方说 你不要在所有的地方都用同一个密码 对 这个密码 就是密码永远会丢的 对 你就默认说 这个公司肯定会被脱库 对 你的密码一定会被丢的 对 你脱库的就是说 你在A网站用过的密码 人家会去B网站去试一下 对 你如果两边用的一样 可能就被破了 对 所以 但是现在会有 新的APP都不是这样了 所以 如果给建议的话 就是这样 就是 第一 尽量使用越大的公司 大的品牌的服务 对 相对上去越安全 还好一点 对 相对越安全 因为它有足够多在安全上投入 对 第二 是说 尽量使用手机号加验证码的方式登录 不要去设密码 因为设密码 就是坦白讲 我也记不住 我自己的设了手机码 我只能设成只有几种 对 对 但是手机号加验证码 实际上是一种两部认证 对 如果说这个APP 你是用手机号加密码 因为现在实际上 所有的APP都要求实名 对 你是不可能不出手机号的 但是 就不如在外边直接用手机号 对 你就用手机号加验证码方式登录 不要设密码 那这个其实最安全 就你可以胡色一个密码 然后就不需要设密码 不用设 现在很多服务都不需要设密码 他每次都要 那个验就是 他可以说 好像那个北京移动就这样 就要动态密码 动态密码就是发验证码 其实就是 对 其实就是验证码 这样的话 一次登录就好 他的库里是没有你的常用密码的 人家拖走就拖一ID 没有任何意义 或者就你可以胡色一个 也无所谓 拖了你也拿不到 对 对吧 有一些好像是可以动态密码 很多银行都是这样做 对 银行是 现在是必须才会有一个二次验证 对 你电脑端就是有key 你如果是 就是你可以认为 就是最早我们用电脑的时候 都是有一个key 那个key会变数字 对吧 对 那个东西是 RSA 对 现在呢 其实你可以认为你的手机 就是那个key 对 就是那个 那个钥匙卡 你发下来的那个六位四位的验证码 就是他上面变的那个数 其实这俩是同一个原理 唯一 之前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容易被人家重置 你的号 之前那我们有个朋友不就是吗 就是一地补卡 对 强行给你补账 那个跟你同号的手机卡 然后他在里边 就给你破 就你所有的地方就要都破 在这个期间 你在报 在挂师这个期间 你是什么都报 这个我有一个最佳时间 我所有的 用做二次验证的 这个都不用 我公开的那个 另外的号 另外一号 别人不知道 这是个好办法 对 对 这个其实还有假激战啊 等等 对 如果是两激的话 你还得想去北激战 给你接走 对 这个又 但这个是有前提的 比如在你那个小区 就比如说你知道你住哪 对 这个要 因为 刚才我说过这个事 就是如果他盯着你黑 你基本上跑不了 对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用广撒网的方式 都是随机的 广撒网的方式来搞 你下值不至于 你没这么值钱 所以 这个不是有一笑话吗 就是你 你跟你们俩人碰你一熊 对 你不是说你要跑得比熊快 对 对吧 你只要比旁边那人快 你就安全 就够了 对 这个密码也是 你只要比你周围的人 稍微安全一点 别人就不会盯着你狗 对 咱有能破的就够了 对 对吧 就跟我家装门锁 无数人问我 你们家这个密码锁安全吗 这指纹锁 我说不需要看着 比邻居家的安全就像 对 没错 就是那样 然后他发现 那个好偷 他就偷那个了 他不会非得说 究竟说这个门 为什么那么安 为什么那么难 如果你是得罪人 他就要开你门 你怎么着 他都能开 不用啊 他直接破点溜酸 你也麻烦了 你就是水泥门 人家给你弄开 对啊 OK 再有一个 我觉得就是 我还是觉得这句话 就是任何企业 都是不可信的 这无论说 从安全防问的角度 还是从这个 就是对你个人的 这个安全的角度 我觉得任何企业 都是不可信的 就是说 如果你的数据 真的重要 你不应该把 所有的鸡蛋 放在这一个篮子里 这个我觉得也是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没错 现在其实你知道吗 有一个感觉 就是微信会变成 这一大篮子 我也想说这事 对 我也想说这事 就是你所有东西 现在其实都在微信里 包括好多应用的 登录也是绑子微信 首先你所有的 认识的人都在微信上 我有大量的 比如说打交到很多的人 我没有电话 对 只有一微信号 对 别人给我打电话 我都不知道是谁 因为我没存过 对 但其实在微信里 可能经常聊 对 然后第一个 我所有的社会关系 都在微信里 对 然后我常用的文档 都存在微信里收藏里 所以谁说 这是新的基础设施吗 对 所以我的卡 我的钱也都在微信里 里边至少有个万八千块钱 是吧 钱包 买东西 小金库 主要是 你在买东西 有的时候在微信里登陆京东 你的地址也在里面 反正就是这事 越来越重要 就是什么东西都在微信里 你的手机越来越重要 你的微信越来越重要 但是微信其实在安全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 你可能没感觉 前两天我给我 我儿子注册了一个新的微信号 我发现极为困难 为什么 就是他有 他这个风控 他各种判断 说你不一定是真人 他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让你证明你是人 比如说 拉个 拉个咽着码 回答个问题 是吧 对 就是我们在 比如说你退出登陆以后 你再重登 你感觉可能没有那么麻烦 但是注册一个新号 很麻烦 那是因为你的设备没换 我跟你说 最简单 就是你没换设备 所以你蹬起来是比较容易的 你换个设备看看 你就知道有多妥了 换设备要验证人的 就是你要点你认识的人 选人头 我给你吐槽一个事 就换这个机器 从那台机器换到这机器 备份完了 那机器也关机了 因为我是整个的 拿iTuber做的备份 那我那边我开了 我那边不就 家伙两个都开 这个同步数据不就麻烦了 好 他要求我打开那个机器的微信 然后扫个码 对 是的 然后我就只能开了那个机 然后一看那边 搜到两条 搜到那个机器上去了 你还不错 你那边没有resite掉 对 如果那边抹掉了 你才麻烦 对 那可能真的就得去找微信去 有别的办法 这我遇上过 就是有别的办法 比如通过一系列验证码 或者找三个好友 给你发特定的东西 有办法 其实这里边我们能看到什么 其实还是证明刚才那件事 就是越大的企业 其实它的越安全 我想说是另外一件事 我想说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这个结论我们都承认 我想说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微信如果想作恶 比如说 微信想搞你 你登不上去了 你怎么办 你就死了 对 我们周围人有这个例子 不止一个 对 你微信登不上去了 你该怎么办 这个是我们现在要讨论 而且无地投诉 对 对 这个事其实要往深聊 这节目就会被砍了 不重要 不重要 我们说的是 万一某一天 张小龙被抓起来了 微信被关了 那你这些社会关系 从哪找 你有办法吗 我有办法 因为现在我认识人 都在存一遍手机号 双倍分 因为我觉得手机号这个知情 还是相对来讲 稳定和健壮的 至少 就是我最起码是可以抄在本上 还可以找到这个人的 对吧 除非他手机号注销了 我没有办法 在这事确实也是不好保证 对吧 对 但是我现在尽可能的重要的人 我都会再记一遍手机号 但是 你说我微信里 三千多人 我都记 那不现实 但是我也不需要都联系 记个三五十人就差不多了 重要鬼 或者通过这几个能再找其他人 对 再有一个呢 还有一部分人 就是Telegram 我会拉到一个群里 在里面 你知道 为什么咱们国家 重要的基础设施 都是国企吗 就是这是国家政权背书 对啊 我们认为它安全 所以我更相信手机号 它这个东西不会出问题 所以我们呼吁 这个微信赶紧归国家吧 你这就政治不正确 你知道我们正鼓励民营经济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就不像话 我有经济也得鼓励 对吧 那些马云说的话 不是说我随时可以把淘宝救给国家吗 把阿里巴巴救给国家吗 支付吧 好像他所有的都可以 他不容说也可以 不容他说 这是玩笑 这是玩笑 所以我其实想说是这层意思 就是我们谁也不希望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而微信现在就慢慢的有这个趋势了 这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你有个QQ可以分散一些风险 对吧 你可以有些其他方式分散一些风险 而不至于说到真的一个人都找不到 QQ那不还是腾讯的吗 但是他两个一块出事的机会就比不大 对 其实就是想说这件事 就是我现在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如果微信某一天出了问题 会发生什么 这个只能是个思考题了 对 会发生什么 这个事情是非常可怕的 你知道吗 现在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好了 我们因为你都不记朋友的手机号了 已经 所以我呼吁大家还是记一下重要人的手机号 对 对 其实这个我觉得最后思考题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事 我们说了这么多安全 最后发现 个人安全也很重要 不是个人安全 是企业的安全 其实关系到个人的安全 对 对 尤其这种基础奢侈级别 这个话题聊到这份上 气氛变得凝重了 突然大家在想 我操 我这好多人手机号我不知道 是吧 是 因为确实一个是不记 对 现在确实都不记了 有的会主动发的 你可能发现从来都没到 你也不存 对 对 一天 因为现在打电话都是在微信里播 我昨天 对 我昨天看了一眼 我上个月的打电话时间 十三分钟 我告诉你 我现在打电话就干一件事 给我们家这个水 叫水 叫同水 打电话 剩下全可以 就在通过微信 微信里直接播语音 对 对啊 这还是因为国家现在有管控 要真没管控 真的那运营商那语音就卖不出去了 现在我觉得也卖不出去 现在就是你现在所有的套餐 都是语音很少 都是流量 所以他送你 对 他也知道你用 反正你也不用 就跟短信似的 之前多少钱多少钱一条 一个套餐多少 现在大家也不用 连送都不送 他送的是那个发短信那边 对 他搜的是发短信那边 比如一条多少钱 对 搜到这边 他现在搜不到多少钱了 对 对吧 对 OK行 那我们这期节目聊了 时间也挺长的 反正关于这个安全的话题 这是永远聊不完的事 别管是个人安全 还是企业安全 我觉得咱都可以多聊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 这个文庆公众账号里面 给我们的嘉宾留言 看看你们还有什么 想知道的话题 或者想让他聊的话题 其实高老这个 刚才大家也听了 这个经历丰富 爱好广泛 是吧 这个好多东西 这个都可以聊 不然怎么能成为 怎么叫高老 叫大V呢 对啊 他在那个微博上 叫某高老师 大家可以搜一下 你看看 大家看看他有多少粉丝 你们就知道了 可以举报一下 没有几个 不老少的呢 不老少的呢 行 那这期节目 如果两位主播嘉宾 没有更多的补充 我们就录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各位听友大家好 又是听友互动的环节 首先还是念一下 给我们打赏的朋友的名字 他们是 S 灿 二群话题终结者 两个八与七 五月花号 漫步云端 幻觉大得很 字符里看出字来 不开心的猪 扣老师 西兵 放过那个胖子 小枕头 13 Brother 伊文 S 阿里格巴巴 白焕成 前世元老张 Jason 方兴 默默不得语 Licky的 IZ 小楠 阿波 Niki 好 感谢以上听友给我们打赏 同时这周还有两个抽奖的活动 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听友调查里面的抽奖 因为已经过了两周 所以我们抽出了两位朋友 在这里念一下手机号 然后也证明我们真的给大家发奖了 第一位是152 尾号是8108的朋友 第二位是188 尾号是3821的朋友 这两位朋友 我已经给大家发邮件了 然后如果你们看到了我的邮件 请把你的快递地址回复给我 我好把奖品给你们发出 同时呢 还从参与我们打赏的朋友里面 抽出了两位中奖入户 他们分别是不开心的朱和迈口马 同样的 我也给你们发私信了 然后找你们要一下快递地址 我会把奖品发给你们 所以恭喜以上几位中奖的朋友 我们的听友调查抽奖 和我们的打赏抽奖活动 还将继续进行 同时大家有些留言 我可以念一下 S说 看着十万家凑热度 老爷这次更新及时 这说的是霍师傅那期开源的节目 寇老师说 希望在后面的节目聊聊咖啡机 咖啡机是一个坑 其实在之前 我们品质生活节目里面 一言带过 过咖啡机 然后呢 但是很多朋友还是想多了解一下 比如说自动的咖啡机 胶囊机 它们都有什么样的区别 味道怎么样 好在我们都用过 是吧 这个可以给大家再多聊一聊 在后续的品质生活的节目里面 因为品质生活也很久没有更新了 这次呢 也正好想把这个品质生活的栏目捡起来 然后继续给大家来录音 伊文说 美丽大方的舒淇姐 天气热 请你喝杯咖啡 消消气 你是最棒的 S说 想起上次跟某总晃荡美西时 睡帐篷不是被冻醒 就是被隔得背腾 装备不合适 害死人啊 Jason说 无糖可乐 催更会员 我们的会员节目啊 确实 已经在计划当中了 但是可能不在我们听有权利的朋友 不太了解这个细节和详情 当我们的会员计划正式推出的时候 我会单独在录节目 来给大家沟通你们的会员权益 当然了 加入会员会有一些权益和好处 同时呢 其实这也不是一个说 我们一个强制性的行为 是吧 大家还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免费节目 免费节目的质量也不会下降 Likid说 这期听着挺顿的地方舒服多了 故事和旁白的切换也很好 李大夫棒棒的 这是李大夫那期节目的表扬 Likid同时还说 很久没有听到夏老师的声音了 节目中提到夏老师是一个神奇的人 但是我没听出来 所以希望夏老师多录一期节目 多了解一点 我是这么想的 我想把日本艺文录 让吕桑跟夏老师聊 让他们两个人多聊一聊 因为他们两个人对日本都非常感兴趣 都非常了解 这样的话呢 夏老师也可以多出一出镜 是吧 不知道大家意下如何 是吧 听有小光说 品质生活有进度吗 记得要聊电视 可以聊聊智能家居什么的 电视投影选择 智能窗帘 床垫门锁 听说朱总在装修 想听一下整体的装修布局 整体部件 净水空净等等这些事 然后特别是这些前期要做 后期怕拆了重装的部分 这位同学说的没错 确实在装修 但是我这个装修 7月份才会完工 在完工之前 这个节目没法录 为什么 因为好多坑 我还不知道呢 当然我们做了很多的弱电布局 智能家居肯定会做 但是具体做完之后 会有什么问题 会有哪些坑 等我们装修完了 就知道了 然后这些问题都梳理清楚之后 我们就会在品质生活的节目里面 给大家来做分享 同时刚才也说了 品质生活也会继续来录 包括咖啡机啊 这些东西也会继续来 跟大家分享这些话题 听有小张张说 想听一些关于科普的知识 还有一些故事类的 有些IT领域的知识听不懂 希望更能通俗一懂一些 这是给我们论槽之巅 节目的留言 其实我们论槽之巅 这个节目开播以来 定位呢 就是让普通人能听懂 一些IT方面的知识和话题 但是呢 我也想让这位朋友 继续的来给我们反馈一些 就是具体你哪些地方 听不懂 或者我们哪些东西 讲得太深了 不容易理解 可以告诉我们 因为确实 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 有些东西 可能会认为 大家都能明白 但是其实大家不明白 那这些盲区呢 还希望你能够 继续通过留言的方式 反馈给我们 以便我们更好的 优化我们的节目 任意说 节目的中粉 从大学就开始听 现在已经工作第三年了 开拓了视野 尤其在IT和旅行领域 节目总聊日本 4月去了一趟 果真不错 希望可以多聊聊 提高生活品质的话题 增加听众互动 是这样 品质生活又被催更了 是吧 这已经是短短的 一期反馈节目里面 第三遍催更了 没问题 品质生活肯定可以再录 另外一个 听众互动这一块 我们也会继续的加强 也希望大家 能够跟我们多留言 多反馈 然后您的反馈和留言 我会在节目里面念出来 同时也想搞四活动 看看如果大家有一些建设性的留言和反馈 我会给大家提供一份小礼品 到时候我会在你留言的后面告诉你 把手机号提供给我 我会把这个小礼品寄给大家 所以希望大家积极的反馈 好 就这样 我们的这一期听友互动的栏目 就录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